- 第1個遊戲 好啊繼續昨天的進度了 昨天玩到 要來跟林月娥見面啦 各位大姐 他們倆犯了什麼錯 為什麼要這樣子打他們啊 這兩人是咱們家的丫鬟跟長弓 長弓 也不知道暗通管取多久了 居然想要私奔現在給我撞劍的應該是我吧 既然他們兩情相悅 何不做個順水人情 做主撮合他們 不是美食一裝啊何必苦苦相逼 我的聲音有點小聲喔 好那大聲一點 嘿 好小大聲一點啦 膽敢壞了我們家規矩 騎得便宜的他們 敢問小姐可有心上人 沒有沒有你這話什麼意思 哈哈這就是啦 像姑娘這樣的美人 居然沒有心上人 難怪 難怪會見不得別人 雙宿雙飛 你狗嘴投不出上牙 本小姐管教下人 幹你何事 下人也是人哪 像你這樣打法會出人命的 好我就讓他明明 姑娘果然是明理人 我來幫他們解開繩索 OK解開 慢著 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各砍到一隻手作為警惕 啊大妹 喔打架 讓開 太過分了 雖然你是奴婆 也不能草菅人命 我愛怎麼做怎麼做你管不著 很不巧我理上有生命最恨的 就是欺負弱小的人 竟敢被我遇上了 那不容你仗勢欺人 好我打你的說不出話來 好 就來打凌月如 好我來看看他們什麼東西好了 我先來偷凌月 我來先吃凌月如的豆腐 欸 哇偷到333塊 再偷 哇靠超多錢的啊 我的 攻擊力是比較強 對啊 呃啊 靠弱斯拉 哇獲得金月值200 而且打敗敵人獲得500塊 所以剛剛偷了666再加500 總共偷了拿了1100 酸酸的 喔升級升級 小賊你想幹什麼 果然是小賊 偷了一些錢啊 像你這種蠻橫的人 不給你一點教訓怎麼行 讓你的常常被丟在樹上的滋味 欸欸 靈魂我被丟在樹上了 接下來就 你快把我放了 不然我回去叫我爹派人把你們通路給抓起來 打斷你們的腿 普攻 你練普攻還有經驗值會增加嗎 這個 這個又不是金庸群俠傳 你是不是搞錯了 金庸群俠傳才有差別吧 我記得金庸群俠傳才有 才有就是你知道 你練習攻擊的差別 我記得這個有嗎 公子你放了小姐吧 屍奴貝對不起小姐 小姐只是 在氣頭上 並不是真的要殺我們 感覺這兩個人還覺得說 小姐平常就是這樣 我們已經不是被他綁了第一次了 櫻花 還不可以我送嗎 回頭看我怎麼整治你這戒人 不常不常 你們若是真心想在一起 就趁這個機會趕快走吧 逃得越遠越好 等你們走遠了 我自然就放了你家小姐 是 多謝公子 櫻花 我們快走吧 耶 嘿 火男女 給我滾回來 靈兒 咱們進城去吧 這蘇州城可熱鬧了 我帶你去嘗一嘲新鮮 欸 留他一個人在這裡 不妥吧 現在就放了他 起伏是前功盡器 等他們小兩口 逃得過遠了 我們再回來放了這蠻千金 好 那就都來練普攻了 小小哥 剛剛的姑娘來喊救命 別理他 他發生是在裝模作樣 天我們回去 可是我不放心 我們還是回去看看吧 好吧 既然你都這麼說 真的好說服啊 蛤 欸 你在喊救命嗎 是不是害怕了 想求饒 誰誰誰怕了 我是被喊喊關你什麼 跟你自己說的啊 我管你囉 你走 這人靠你 這人靠你 呼啪呼 又傳來一聲尖叫聲 不要吧 救命啊 救命啊 好像真的出事了 啊 受不了自己丫頭 聽你的就是 靈兒妹子 靈兒洗澡 已經上一 昨天就看過了 哎呀 這是什麼啊 他們動手吧 給這些流氓一些教訓 啊來不及 沒想到 害了姑娘 受到這般驚嚇 還好沒有受傷 要不要我送你回家 直接 直接 就說要送回家啦 啊 抽獎猩猩猩 看見 喔 啊 笑油哥哥 欸 你怎麼不閃啊 欸 你為什麼要批我啊 叫我為什麼不閃 很死的 小聲無力 冒犯姑娘 已知姑娘命皆受損 自當受你一見 已贖其罪 啊 我不是故意的 都怪你 生理太過分 我猜 我 開什麼玩笑 這一件又快又突然躲掉才快 嘖 笑油哥哥不要死啊 呃 笑油哥會死掉 只好讀讀看了 哎呦 已經過去了 醒過來了 我胸口的傷 怎麼不痛 你剛才魂死過去我擔心死了 哈哈 我服大命大 這點小傷死不了了 你還笑得出來 剛才那一件刺中你的心脈 你差一點就沒命了 我情急之下 只好冒刑一次 師父教我背過的還魂咒 幸好上倉保佑 狡氣生效 哎呀 我聽說強行使用未練成的法術 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這麼說你是拼人命才救了我的 嚕 都怪我以前不好學 要是我早點練成這法術姥姥 姥姥就不會死了 要是你死了 我怎麼辦 好了別哭了 現在我不是沒事了嗎 你放心我 你可以對天發誓崇敬以後 絕對不讓你一個人孤苦伶伶 謝謝你 逍遙哥哥 喔 撿他的劍 耶 好我們現在在 哇這也好熱鬧 上次被你凝架起來一腳踹下來是誰啊 就說嘛 吹大切還不會臉紅真有你的 嘿呀 喔 不要打架吧 大神啦 踹死了啦啦 然後我自己殺 那邊照照相吧 等等 諸位有話好說 好 這看起來就是 很有東西可以偷 我們先從左邊的 東西 人開始偷齁 那同時的當然也是 呃 從左邊的開始 放火 火 好沒東西 窮光彈 哇 這刀鏡子怎麼有點低啊 哇 休閒提升啦 耶 怎麼可愛還脫塞 哇 這個劉靖元是個帥哥啊 我記得他 李兄 讓你相救 劉某不勝感激 這也沒什麼啊 倒是劉兄 特地準備這部桌 美酒佳養 我還覺得受之有愧呢 李兄您太客氣了 在下想交您這位朋友 不知李下 李兄 意下如何 可以加個臉書嗎 四海之內切兄弟 有何不可 好 雜門乾 趙靈兒不勝酒 立睡著了 李留二 李留二人 酒逢知己千杯少 繼續喝酒聊天 就這樣過了一夜 李兄 李兄 我有事要先行告辭啦 後悔有期 李兄 不必送啦 掰不 嘿嘿 趙靈兒 嘿嘿 該起床了可惡 欸人家都給了這麼 這麼明顯的暗示了 他還要繼續睡 太陽曬屁股囉 快起來快起來 逍遙哥哥說好要帶你去逛蘇州城 你再賴床就不帶你去囉 嘻嘻 人家要去瞬間換好衣服 真是厲害 剛剛那個 你們的門堵起來了 公子七色泛黃 面帶桃花 準是走桃花運了 女子為水 水在州 翼復州 公子千萬要謹慎 切記切記 嘿 我有桃花運 哈囉 莉莎 這位姑娘要不要也算一算 好耶 嗯我來看看 喔姑娘遙光俱頂 靈氣逼人 人世少見 再朝必為帝厚 再也溢為人解 但梅雨間隱含煞氣 恐怕近日必有劫難 呸呸呸 鬼話連篇 靈兒我們走人 公子你還沒給錢呢 你不是說不靈免錢嗎 唉 頻道說的都是真話 PLAV 綱卡 咦 可以進去了 嗚喔喔喔喔喔 這不是流胸嗎 李肽 你怎麼也在這裡 難不成你是來參加週青的 我只是看到這里熱鬧非常 抖過來喬喬吧 流胸你怎麼不上才始的 李肽你怎麼不上才是 你別挖苦我了 我轉完 我若有學過這麼一點點武功早就向月如表妹求親啦 此話怎講劉兄文文有理又長得一表人才 你那麼那什麼月如表妹如果看不上你那也真是沒有眼光 噓 別讓台上聽到了 好 莫非台上的就是劉兄的月如表妹 嘿嘿 能令劉兄如此怪異 那應該是個美人囉 我看看 哦 我打得不錯嘛 嘩 吞� acht 轎轎 丘一�ョ 轎轎 呵呵 喔嘻喔 哼 真沒用 喂 有哪個欠揍的上來 爹 這些傢伙沒有一個像樣的 一點也不好玩 我們回去算 儒兒你出手也衛冕太重了吧 挑擂台的 不是 被你折斷手 就是打瞎眼 誰還敢上來 所以怪我囉 我是女孩耶 這些臭男生太沒用 疊三番兩次替你找機會讓你挑選丈夫 費盡多少心思 你從沒有一次認真過 我才沒有了 技巧 台下那些男生全部都會被輸輸了 怎麼配做凌家女婿 啊? 這時逍遙哥哥又要多管閒事了 你啊野蠻妖頭 虧你認得出我 帶瓜小賊 怎麼了 你今天是給我想把我釣起來 釣在樹上 你們認識 不不不 只是這件有點小誤會 爹 就是他 昨天欺負我的人就是他 你叫他上來 我要打他一盾 如兒 別耍性子啊 我不管 你叫他上來 我要出這個氣 雖然在下 成冒犯姑娘在先 但我自願愛你一見 已經兩不相欠 姑娘又何必逼人 太甚了 我不服氣 昨天你們兩個打我一個 今天有種來單打獨鬥 沒送金 定高機啊 哈哈 手下敗將 還想自討苦吃嗎 要是你勝了 咱們之間的過節就一筆勾銷 如果你輸了 就得在我家當一年的長工 來抵背你放走的櫻花和長櫃的糞 怎麼打 怕了嗎 話可是你說的喔 只要我打贏你 昨天的事就一筆勾銷 沒錯 如兒 不可而切 爹 你別管嘛 今天我要是在照人面前討著面子欺負 就讓人再看清咱們蘇中靈家寶 好好好 你愛怎麼樣都隨你不過 我只需點到為止 知道嗎 嘿 兩招吧 喂 小誰 我姑娘不想欺負受傷的人 只要你向本姑娘扣三個想頭 本姑娘可以饒了你 這點你不用擔心 這點小傷 本公子才能放在眼裡 你儘管放馬虎來 哈 是你早的 輸了就別怪我 我欺你有傷再生 彼此彼此 你輸了 也別說本公子欺負女孩子啊 好 開打了 那我們就先來偷東西就對了 我偷 好 沒東西 很好 那我們就直接繼續用P的吧 KING KING 哇 哇 贏了贏了 耶 獲得經驗值兩百塊 但是沒有得到半毛錢 可惡 我認輸了 嗯 承讓 哈哈 這個故障是非常的罐頭 哈哈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啊 諸位強請 今日小女的比武招勤中有了結果 多謝諸位相親共襄勝局 明日起我林某人與林家寶 席開三日 諸位相親父老務必賞光 爹人家財富一呢 哇 才一被打敗馬上那個 就是變得很有氣質那種感覺啊 哎呦 直接這樣走飄過去啊 哈哈哈哈 難得難得 想不到儒兒也會害臊 嘿嘿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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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呵呵 小伙子 還愣在那幹什麼 跟著儒兒去 我 喂 還裝傻 比武招勤 擂台之上 你竟然勝了儒兒 自然就是我林家的女婿了 啊 李少俠年紀輕輕就如此身手 見法更是精妙絕倫 相貌一時出了一把醉 能得少俠女為女婿 實在是小女的福氣啊 呵呵呵 晚輩只是僥倖啊 其實 對了 是才見你使的劍法 可是鼠山仙劍派的御劍書 是的 原來你是獨孤劍聖的弟子啊 呵呵 實在太巧了 老夫和尊師是十幾年的敗法兄弟 算起來你還是老夫的失職呢 獨孤 獨孤 呵呵 減神 喔不 不對啊 喔不是 實不相瞞 晚輩因緣而得一名醉悼人 傳授一招劍法 晚輩本想向他拜師 但未能如願 喔沒有失誠嘛 沒有關係這也沒啥重要的 老夫關心的是你和儒兒的婚事 我家林家三代單傳 而老夫又有儒兒這麼一個女兒 所以老夫希望你能夠入追到我們林家 好繼承我林家的產業啊 晚輩萬萬承擔不起 事博且慢 岳如怎麼能嫁給他 喔 有何不能 你想籃虎啊 你明知我不會武功 卻以比武招親來決定岳如的婚事 即使比武招親 擂台勝負已分 不 這不能算數的 岳如的終身大事 怎可如此草衰 對 不能算 坐扣 岳如是我家女兒 這件事你有何資格反對 我 請你把岳如許配給我 改名兒 我叫爹派人上門提親 岳如根本就不喜歡你 更何況你一屆書生 如何繼承我男武敵盟主之位 我 其實會打武功這樣 我明白了 李兄 我祝福你跟岳如 是不 請代我向岳如告別 我決定回京城去繼續念書了 六兄 拜拜 就這麼決定了 呵呵呵 能得少侠為序 史乃小女福起 我與另愛略有誤會 才上擂台比武招親自 這事還請前輩三思 難道少侠嫌虛小女 拜拜 真是對不起啊 再加上有有效事在身啊 這婚姻大師並非兒戲啊 晚輩不敢親言承諾 只怕辜負了小姐 還要什麼事必取妻重要 逍遙哥哥 如果你 我可以自己去描槍 你不必顧慮我沒有關係 喔 這個話不能信啊 通常說沒關係 就是有關係啊 這怎麼行 說好了 要帶你去苗江找媽媽 整人清諾食言 我拖累了你 你要離開 難道你想毀婚 入罪我林家的 我哪點不好 我比武德聖 只想依照約定化解誤會 從未想到婚姻這一層啊 誰不知道蘇州林家哪 號稱不上富哥哥 但意識一方豪傑 好假 你 女兒雖不是親國美女 一隻花容月貌的龜秀啊 多少迷門公子想娶都娶不到 讓你也沒理由嫌棄他 是為了他嗎 他是你的熟人 他跟我 這因為這事情來的太過突然 所以 況且未禀明家中長輩 怎麼能私自去婚取啊 說得也對 我馬上派人去你家 請一嬸嬸過來 到時候再談下聘的事 你們兩個人就先在這住下來吧 出來 替趙姑娘在西鄉粉餅一間客房 秋菊 帶姑爺到 東鄉房下去 謝謝 是老爺 你若是有任何需要的 請盡量吩咐我們下人們 奴杯先下去了 嗚呼 哇 好漂亮的房子喔 大部分人家就是不一樣 偷東西啊 有沒有東西可以偷啊 喔耶 香袋 看你臉色似乎不太好啊 胸口很悶 頭有點疼 不過不礙事的 哎呀 病了可不好 早點睡別著涼了 逍遙哥哥 你還記不記得老老死的時候 對你說的 我怎麼會忘呢 你放心我會照顧你的 直到找到你娘為止 我答應過我的事絕不反悔 可是 你想說啥 如果 我 別胡思亂想 傻丫頭 不會有事 喔 月如姐 假我這身衣閃好不好看 嗚好看好看 那就這樣子而已嗎 人家可是好不容易才穿一次呢 林姑娘是否私下問你一個問題請你老實回答我 說啊 你當真想要嫁給我 才不是我嫁給你 是你如果追到我們林家耶 嘖 不是指這個 我是指鼻鼓招親太草率了 這青石不一定要算數啊 沒關係我爹說了就算 哼 這其實我今天上了一台與你比武 只是想化解誤會 並未想要招親這一層啊 嘿嘿 誰叫你要打贏我 現在全蘇州的人都知道你是林家的新姑姨人 難道你想要賴帳不成 可是我們才認識不過兩天耶 說了半天原來你討厭我 唉唷 這林月如很會喔 不 而是 我總覺得這樣太隨便了 我才是 才不是什麼隨隨便便的女人呢 我在做什麼 心裡清楚得很 嘖 你該不會是為了昨天的事 還懷恨在心故意弄我吧 嘖 嘻嘻 你說呢 你看 愛心 現在是愛心 該死的林月如 姑也好 哇 全部都在講姑也好 就最大了 你可以四處逛逛看看 包你這個香巴佬 大開眼界 哇 大開眼界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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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在前進 歐盔斯 反正去用反的線 才應該要過去 你來得正好 告訴我你的深塵年月 我來算命先生 是我特地請來的 為你跟月如合八字的 嘻 我是宜丑年 蠟月十九 誠實出生的 哼 我算了算 恭喜老爷 李公子和令千金乃是人间双臂 家偶天成啊 依二人的八字来看绝对是 儿孙满堂大富大贵啊 呵呵呵 真是太好了 阿中 阿中啊 带先生到帐房取款 是的 老爷 呵呵 我太高兴了 这真是我林家的福气啊 闲婿 我们林家人丁般单薄 往后就靠你跟如儿多多替我们家林家天壮丁啦 嘿嘿 老爷老爷快来人啊 都没 咋呼什么 有妖怪啊 快去召集家庭 切记多大约火吧 是的老爷 啊啊啊 有妖怪 有妖怪 What the hell 好走 妖怪啊 有妖怪啊 微哩 哩哩哩哩哩 耶 好 天村导 就已经发生了 什么事 蛇妖 有只半人半蛇的妖怪就在西厢房里面了 蛤 零儿 零儿人呢 赵姑娘不见了 等等很危险啦 现在里面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我已经叫人去取灯火了 零儿一定还在里面 我就救灵儿出嘞 我跟你去 呃 where are you 何方妖孽竟敢在此杀野 记得本大侠还不束手就擒 你跟他等一下 哟哟哟哩哟哟哟哟哟哟 唉呦 跑了 半..人..蛇妖 撞破墙壁 逃走了 喔 小姐,奴貝四叔都找過都沒看到趙姑娘,叫所有人都去找,城裡找不到就是城外找,翻遍全書都也要把人找出來 不必啦,由他去吧 爹,為什麼? 你們自己問問東美吧,是他最先發現妖怪的 阿美,妖怪從哪裡跑進來了?趙姑娘又跑到哪裡去了? 奴貝正在打草拔嘴的螃蟹時,突然聽到趙小姐的慘叫聲,就急忙趕過來,就看到,看到 你看到什麼?那隻蛇妖,好像就是趙姑娘啊 欸?你胡說? 阿美,怎麼可以隨便誣賴人,趙姑娘明明就是被妖怪抓走了 我看到他的臉,那個蛇妖的上半身是人聲,他的面貌就像趙姑娘,然後突然一陣狂風 我不相信,這件事我會查清楚沒有找到靈兒,我是不會回來的 阿美,你是不是下婚頭了,怎麼可以胡言亂語,誣賴趙姑娘 東美,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欺騙小姐 唉,真的是看走臉,想不到那李逍遙居然跟蛇妖是一活的 這件事要是傳出去,叫我們林家的臉往哪擺咧? 如果這件婚事就此取消,林家不屑以邪魔歪道來往 我不要,既然爹許過婚,怎麼可以出爾反爾,除了李大哥,我誰也不嫁 嘿嘿嘿 唉,女兒大了,扭不住啦 喔 呆瓜小賊三更半夜,你打算從何早起啊,林姑娘怎麼也來了 怎麼我不能來啊,好歹趙姑娘是我家失蹤 到一路上,我還是有責任幫你尋找她的下落 謝謝你林姑娘,我從來不知道你是這樣一個熱血欣賞的女孩 你怎麼還叫我林姑娘啊,不然該怎麼叫 我們都已經是夥伴了,應該叫兄妹相稱 我喊你一句李大哥,你應該就要揮舞一聲 月如妹子啊,噢,月如妹子這樣可以了吧 吸 對了,說正格了,這一代你熟,依你看,抓走靈人妖怪會往哪裡去呢? 嗯,前面不遠處有一座引龍窟 聽說洞窟內身住的一群蛇妖,早上在附近出沒 有不少年輕的少女被他擄到洞中,下落不明啊 我爹曾多次招募至世,進入洞內除妖,可是都沒有成功過,還死傷不少人 因此我爹對那蛇要恨之入骨,才會說出那些誤解張國娘的話來 啊,我們帶我到引龍窟,等我找到少女兒一切都明白了 好,來了,就是自迷宮了 就是這裡,你留下來,在這裡等我 不行,我也要進去,你是女孩子,萬一又生過我 岂不是太危險了,我要是出了什麼事,你會保護我吧 那是當然的 嘿嘿,吸,這不就解了嗎,還蘑菇什麼 走嘛 好,走走走 呃,不過再回去練吧,先試試看 你們闖去我的豆腐,能做什麼 蛇妖男,你就是那隻蛇妖,把鈴兒還給我 蛇精男,誰是鈴兒,蛤 再不要這麼吃不一劍 這只是,這,董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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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氣 哇哦,134 哇,舒魂燈 哇,哇 再偷 好,沒東西了 呃,呃,打得好,打得漂亮 有東西可以拿嗎 誰要意思,誰要意思,誰要意思,誰要意思 誰要意思,誰要意思 誰要意思 老伴 叫也沒有,門口那隻半人誰要,已經死在我間下 什麼,你殺了我相公了,那個你拼了 哇,糟糕,我沒有要跟他打 沒有要跟他打的意思耶 我要跟他去後面拿東西的 我,我補個氣窯樹好了 然後,給,月如,來丟蜂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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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趙姑娘真的不在這兒 那,那,那會是誰幹的 嗯,我們先把這個被妖怪抓的女孩子救出去吧 趙姑娘,下了我們另外再重頭查起吧 好,好吧 好,噗 那個,那個門,應該 應該,應該就可以 繼續 WOW,YEAH 唉唷 我們就直接出來了 我相信你的妹子一定不會有事的 看來真的從頭查起了 OK,我回去吧 不,搞你們好多寶箱啊 那應該,那應該,不知道拿不拿到 欸,沒有路啦 喔,找到了 還好 易仙,謝謝你,是你救了他吧 蛤,小女,出外採鑰匙 發現,土爪姑娘昏倒在村外林子裡 於是將他帶了回來 啊,病了嗎 嚴不嚴重 這,你放心,我會醫好他的 我能幫得上忙嗎 易仙若有何,先猜遣為力萬死不辭 嗯,這樣也最近是病患蛇太多了 許多藥材用完了 這裡有各種藥荒 應該來幫助孤狼聖 因為藥材缺乏而作罷 既然二位有心 就麻煩二位替我弄到這些藥材來 那,接下來是 剛剛有一位 呃,紅奇袖 說赤鬼王嘛 對,那我們下一次呢 就是就來破赤鬼王篇啦 那我每次就是 短短的就是會 呃,就是破一篇 就收 這樣子 這樣子,大家可能一次也不會 看太久 這樣直播太久 應該很多人也會累 好,那我們今天 就直播到這邊了 那祝各位 呃,這個週末 能夠玩得愉快 齁 那我們今天就收播啦 晚安各位,晚安各位 感謝各位的收看